第一眼红包和壮壮为什么要追着这个路人跑 第二眼又是被小狗的松弛感迷倒的一天 猛男和弟弟约着早起跑步 顺便来镇上吃早餐 吃到一半 镜头里闯入一个潦草男 红包和壮壮瞬间兴奋了 哎呦我天 我寻思 这俩平时在外人面前不是挺高冷的吗 直到潦草男在弟弟这桌落座 睡眼惺忪 头发炸毛 甚至连麦都没带 这是真不把咱当外人啊 你这个头发 一看就知道 刚起床 没起床 还没起床 嗯 如果对象是小狗 那就解释得通了 毕竟小狗的顿感力天下第一 和兄弟们上央视舞台 上一秒还人模人样 下一秒轮到大哥二哥表演时 他已经熟悉攤坐沙发 穿完彩排 陈波都已经紧张到练军姿了 小狗不慌不忙将自己的话筒递过去 然后当着镜头面提起了裤子 和公主在家研究脱毛教程 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是真不管公主死活啊 你有越忙吗 公主已经汗流加倍了 小狗一边吃着西瓜 一边继续打听 是不是没啥叶毛 没有 一点点 公主 谁懂啊 小山人的毛病又犯了 终于知道 为啥二号房镜头少了 这都是有原因的 工作人员急匆匆进来通知小狗 母羊马上要生产了 穿着大裤衩子 趴床上玩手机的小狗 瞬间弹起 一边发电报 一边扒裤子 甚至都没等工作人员走远 我愿称小狗为顿感力的神 一直以为顿感力强的人 往往心也比较大 但其实并不是 谈心沮丧 小狗回忆和他二哥相处的点点滴滴 由衷地说出自己的祝愿 因为二哥的付出 他全部看在眼里 也是真的心疼 因为他跟他交流相处的人 会很舒服 是因为他一直在 就是不懂得拒绝 对不懂得拒绝 会往你那边贴 顿感力拉满 用心思细腻的小狗 更爱了 孝四 虽然一号房没有老大 但后斗门有摄政王啊 然而的百万直拍 表面是这样的 其实背后离不开 我们董事长的心情付出 换了 谁才是真正统治 破斗门的那个 已经一目了然 一号房团建 四个人点外卖 点出了三种菜系 我想吃汉堡 半个点吧 然后我也半个点 火锅 卓元插出去 全都插出去 一号房不允许出现分歧 我不管啊 我随便给你们点了 我给你们点辣的跟不辣的 我都点了 点吧点吧 外卖到家后 卓元不动快 这顿饭都不能算开始 反正弟弟已经牢记在心 你以为流浪汉为什么这么配合卓元拍视频 那都是吃了无数个拳头后换来的自觉 他每天的晚上都是这么录出来的 卓元上台表演节目 最忙的是陆卓 算好时间冲上台地烟花 等到差不多要跳舞时 又赶忙过去回收烟花 主打一个眼里有波 反正一号房三个已经被收服得服服帖帖 当然了 肯定不止一号房 当弟弟试图出元儿幸灾乐祸 还没得一秒钟 就被元儿的三个保镖给制服了 小元儿被打了吧 小元儿被打了吧 打了打 哎哎哎我这很危险 我告诉你们 别赶紧别别别别 你自己打来来来来 利好试图挑衅元儿 保镖们显然已经待命 你害怕了吧 我送啥呀 集体会议难免有分歧 小童简直不要太有眼力见 然后咱就看到了甜妹统治 后斗门明场面 有没有其他不同意见 你要看我我同意 你一直看我干啥 啊对对对 一号房没有老大 不过就是卓元皱个霉 搁几个心理都得打打鼓